三十岁的婚纱设计师 不结婚不可以吗 这婚纱真好看 我工作了六年 设计过十四个系列的婚纱 见证过五十二对新人的婚礼 做婚纱就像给每个女孩子圆了一个梦 每个人获得幸福的方式都不一样吧 什么是应该结婚的年龄 婚纱要类似材质最温柔 衣袖边缘要加上珍珠最优雅 那娶我的人呢 也能像这样一一地做出标准吗 找到一个人摆脱单身 很容易 小姐想要买点什么花 但遇到一个能够一起分散孤独的人 不容易 孤独是人生常态 虽然不知道多久 才会有人 能够靠近我的心 但我 实在是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做着喜欢的事情 为幸福的人的感动 最重要的是 为爱而活 我 依然爱着 还没遇到想嫁的人 最新快乐地 爱着这个世界 是 但在这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